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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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外發生後 地上流有大灘血池 現場遺憾 相信屬於市主的食物盒及頸巾 這是官塘進業街與海濱道交界 星期二下午3時多 一個三十多歲的大肚膀 在橫過馬路時 被一輛貨車撞到 她頭部重創並吐血 昏迷送院搶救 那貨車司機涉嫌危險駕駛導致他人身體受嚴重傷害被捕 那大妻子的家人趕去醫院瞭解 他們都很難過 她的老公 抱著老婆試發時拿著手袋 她跟我們說 醫生說老婆的腦好腫不斷出血 要先做手術減輕盧內壓 她手術後通宵留醫 現在還在危台 她的老公又說 老婆在意外現場附近上班 懷疑老婆在她附近的公園吃飯途中發生意外 醫官很消極 說到救回機會微乎其微之類的事 胎兒救不回來 昨天已經知道沒有心跳了 斜禍發生於星期日下午2點多 中環龍和道耀星街的交界 電單車和私家車迎頭相撞 鐵騎士炮彈色彈飛半空幾米之後掉落地下 意外之後 之後港道場的救援人員為倒地傷者急救 她手腳受傷 清醒送去瑪麗醫院治理 而和電單車相撞的平致就 左邊車頭和擋風玻璃也有損位 8名警員在2020年2月 在深水堡通州街公園中進行反罪惡行動 其間涉嫌襲擊露宿者和誣蔑露宿者藏毒 這8名警員被控10項罪名 包括妨礙司法公證 公職人員行為失當 對他人身體加以嚴重傷害 和刑事毀壞罪 他們全部否認控罪 案件星期二開始在區域法院審訊 恐慌在開案層次中說 案件涉及同年2月2次行動 在2月4日 有兩名被告涉嫌以攀爬和丟濕紙巾等方式干擾閉路電視鏡頭 但不成功 事主之一的越南籍老宿者阮文山作公時說 當日有6、7名警員來到公園搜查 但沒有出事證件 他按照指示提供身份證 其間有一個警員曾經把刀放在地上要求他拿起 他拒絕後就被人毆打至云怨和骨折 有警員在附近但沒有阻止 他說無故被捕後並沒有在警署見過植日官 但在接受盤問時有警員阻止他說話 直到上了救護車才把事發經過告訴救護員 而另一名老宿者阿十就被指搜出藏有毒品 但恐慌根據涉案片段說 當時有警員直接將他由帳幕拉出來並推倒 有警員在其他組合櫃發現白色物件之後 放入去阿十的黑色圓形盒中 再將他們裝入透明袋 而2月24日警方再次進行反毒品行動 其中4名被告在行動期間又用高球棍 打爛了糧亭內的食物和膠箱 就算貴重財物已經更新 但也難防有心人戒袋偷東西 屯門警區近月接獲3個市民報案 說他們在搭輕鐵時 被爬手戒袋偷銀包 失市的財物共計大約7,000元 警方鎖定一對來自內地的男女 並且在禮拜一晚 趁他們準備在兆輪站再犯案的時候 以爬舌和遊蕩將兩人拘捕 被捕的48歲男人和41歲女人 報稱是情侶關係 並且以旅客身份持傷情證來香港 消息說他們是廣西維加邦爬舌黨的成員之一 人經常在朝早繁忙的時段 逗留在輕鐵月台或者車廂 尋找目標然後犯案 而目標多數是單獨坐車 或者有小朋友同行的女士 屬於機會主義犯案受法 至於被捕女子身上藏有的刀片 和美容剪刀 則不排除是用來方便解開受害人 身上藏的可的帽子 而逛排招 或者使用作其他非法用途 łem天聖 我要 뻔了垃圾桶 等我 這隻小花貓在星期三上午被人丟在牛途國市政大廈街市地下垃圾站 垃圾站職員發現於是報警處理 由片段可以見到貓貓相當虛弱 職員用零食嘗試餵牠也沒有太大反應 只望職員一眼 職員懷疑貓是有病所以被人遺棄 相信如果沒有人收養就需要人道毀滅 幸好有好心人見到貓貓表示願意收養 警員在記下了牠的個人資料之後就把貓交給對方 希望貓貓有了新主人之後可以健健康康 大家都不要隨便棄養動物了 對於一眾開車人士來說 最關心警方的其中一項工作 相信就是派牛肉桿了 政府就曾經預告過 2023至2024年年度 交通為例告票罰款會達到12.7億元 換言之 要發出397萬張告票才可以達標 平均每一天最少要抄牌1萬次 其實有市民都很關注 好像抄牌抄得很厲害 越抄越多 都會有些傳言說 是不是抄這麼多 是因為庫房都緊張 警隊都要做些少追KPI 這個說法我都聽過 但我可以跟大家保證 絕對沒有KPI 也都不是因為想加大庫房的收入 絕對不是 我們在道路安全來說 是我們交通執法的一個主要行動項目 就是希望去改變一些不負責任的道路使用者 他們的一些阻礙交通行為 我們絕對成果為本 我們不會去追票數的數字等等 唐樓的居民自行疏散去到附近的遊樂場斬備 當然也不少帶他們 星期二晚上11點多 警方接獲多宗報案 旺角金方街25號唐樓一個單位無煙起火 期間更傳出爆炸聲 消防接報道場 出動一條喉和一隊煙舞隊將火救息 火警中一個女住客吸入濃煙不適 她神志清醒被送到港華醫院治理 而經消防及警方的初步調查 相信是冷氣機電線短路引起今次火警 前英國駐港總領事館職員鄭文傑 因為涉嫌煽動分裂國家和勾結外國或境外勢力 去年12月第二次遭國安處通緝 圓紅100萬 她的爸爸星期三來到屯門青山警署協助調查 中午12點半離開警署 據了解 國安處人員也去鄭文傑爸爸媽媽和兩位姐姐的住所 調查他們是否和鄭文傑有聯絡 或者有金錢往來 謝謝各位 壹傳媒創辦人黎智英涉為國安犯案 審訊來到第九日 控方披露警方國安處高級督察洪麗芬的書面公辭 內容關於黎智英等人的財務調查 發現黎智英在2013年起先後向美國前副國防部長支付175萬港元 美國企業研究院支付11萬6千港元 2017年就兩度向陳日君支付350萬港元等等 另外他亦都匯款1億1千8百萬 去到Mark Simon的銀行戶口 然後他再將935萬匯款到不同的政黨 此外他亦都有透過旗下的公司匯款到不同的泛民政黨或人士 虧款2千萬 日本石川縣能登半島原單7.6級大地震 至今造成超過200人死亡 不少人一夜間和寂愛陰陽永隔 其中52歲的寺本直哲 就在這場天災入面失去10個家人 在地震的時候 他在金澤市工作因而被過一劫 但他的老婆和4個子女 當時就在月水町的良家過年 在地震發生後 治本一度以為 家人只是暫時離開家被爛 但隨著時間過去 他還是聯絡不到他們 最終他在警方口中得知 岳父家遇上山來傾石 10個親屬全數離爛 治本說 拉仔就快20歲 很期待參加成人式 但很可惜 他的生命就永遠停留在19歲 而兒子是一個廚師 本身想煮過年料理給一家人吃 但現在都再沒有機會品嘗 遭逢巨變 幸存的治本 看著這幅去年8月 在東京迪士尼拍的全家福 他堅強地說 為了他們會努力地生活 絕對不會浪費生命